绵羊有声书 欢迎您继续收听盗墓笔记第三部 云顶天宫 第七集 胖子看到门上的两头龙 顿时又来了精神 眼睛发亮 哎 我在一拍卖会上见过这种门 这叫做攀龙轴流利顺 整一扇门拍到了两亿呀 还是港币呢 哎呀 这门看上去也不是很重 我知道他想鼓的什么 忙泼了一瓢冷水 我说你省点心吧 那是炒作 现在现金的古董交易能超过两千万就是天价 这门最多也就值四十万 不会吧 四十万炒到两亿呀 有这么离谱的事情吗 我心说我口袋里的那两条铜鱼都值两千万呢 但是真卖的时候谁会买呀 现在拍卖行的购档谁不知道 都是想着三年不开张 开张就吃一辈子 碰到个愣头青 真掏两亿买扇门 下辈子的工作就只剩下花钱了 胖子的世界观呢 顿时被我摧毁了 看着门神情有点呆滞 我们不去理他 走入了走廊 向后殿走去 后殿一般就是地宫的入口所在地 一般都会放一只装饰性的棺果 点着长生蜡烛 中年不灭 或者是堆积大量的祭品 有守灵人定期的更换 东下国这种常年战争状态下的 隐秘边境小国 料想也不会有太多的好东西 不过地宫入口一般设在里面 我们必须去看 进入走廊 两边加上头顶全是壁画 壁画上蒙着一层冰 冻得灰蒙蒙的 我在缝隙中看过那一块双层壁画之后 一直对这种技术性的东西很感兴趣 于是打起手电看起来 一看却看得浑身发亮 只见壁画之上 画的几乎都是盘绕在云雾之中的百足龙 盘起的 飞腾的 满墙都是 乍一看就像爬满了乌龙一样 壁画分成好几个部分 有的壁画上还画着很多穿着球皮的士兵 朝天上的百足龙叩拜 有的还画着两条百足龙缠绕在一起 不知道是在交购啊 还是在争斗 每幅壁画之上 百足龙必然都是主体部分 四周的人物都显得非常的渺小 而且谦卑至极 显然 东下人对于这种无共龙的崇拜 比我们汉人对盘龙的崇拜 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叶成掏出相机把壁画全部都拍了下来 这在卖名气的时候可以用到 因为东下是不确定政权 有陵墓的照片 价格能翻上好几倍 叶成边拍边问 你们说这陪葬灵里葬的是什么人呢 万奴的老婆还是手下呀 怎么净化这种壁画 我也不知道 心里也觉得有点异样 一般来说陪葬灵的牧主人会有两种 一种是自己的子嗣和亲属 一种是自己的宠成 子嗣和亲属的话 壁画的内容应该多是生活场景 宠成的话 一般就是在朝的场景 比如说文官之水 五官伐兵之类的画面 画着如此多的神话龙形 如果在主灵里看到 还可以说正常 在这里就不对劲了 而且壁画之中 看不见灵墓主人的形象 就算以龙为主体 这些画突出龙的威严 那下面前程叩首的 应该会有一个领头人 因为是陪葬灵 带头人必然是万奴王 而这座灵的主人 应该在万奴王的左右侍奉 但是壁画上面所有的人 都是奴隶或者士兵的打扮 没有任何的领头人 这在皇陵壁画之中 简直不合常理 不符合三规五常的壁画 画在这里等于没画呀 胖子突然问 会不会这里的壁画也是双层的呀 我摸了一下 这里的壁画有些已经脱落了 之下并没有发现有什么特殊的画 摇头说不是 那道火山缝隙中的壁画 背后肯定有一个故事 不然在这么一个地方 有着双层壁画 实在说不过去 我一边胡思乱想 走了大概有两百多米 壁画却突然停止了 走廊到了尽头 后殿的出口出现在了前方 出口处无门 不过中央摆了一只 青铜鹤角的灯台 有半人高 造型很奇特 上面起了一层白色的冰模 使得颜色看起来偏黑 我们走出走廊 来到后殿之内 胖子打起一只冷烟火四处的棺桥 发现后殿的格局和大殿 几乎是相同的 但是小了很多 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四周的垫墙 墙上仍旧是漫天的百足龙壁画 颜色当初应该都是鲜艳的红色 现在都冻成灰的了 后殿之内空空如也 没有任何的陪葬品 就连搜索都不需要 一目了然 中间横放三张黑色的雷纹盘龙石床 台上覆盖着雕刻有云边的木台 都已经给冻得开裂了 这叫做停棺台 棺果抬进来之后 暂时就放在这里 这里有三张 显然当时入殓的时候 并不是只有一只棺果 陪葬者的妻儿也同时陪着他下葬了 当陪葬者的陪葬 听起来就感觉非常不幸 但是在那个年代也没有办法 三张石床后边的地上 突出有一块四方形的巨大石板 石板上雕刻两只人面怪鸟 呈现环绕状 石板的中间浮雕着太极八卦图 这是封木石 地宫的入口 必然是在这块石板之下 除此之外 后殿真的是什么也没有 空旷到了过分的地步 胖子看了一圈 我说万奴老儿真的娘吝啬呀 舍得钱给手下盖房子 舍不得钱买家具呀 这叫别人怎么过呀 肯定好东西全给他一个人给占了 话和尚说 别胡说 能盖这么大一个陵墓 还会舍不得几个祭品吗 这他娘的肯定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我也感觉没这么简单 这后殿之中的情形 有点不太对劲 即便是一个边陲小国 如我们所预料的国力不足 但再怎么说 破船也有三分钉 没有金银 一般的铜器总会有几件的 又搜索了一圈 四周也没有通道通往其他地方 就来到蜂木石板的一边 胖子甩开膀子 上去用力抬了抬 闻思不动 忙招呼别人过来帮忙 魏风石台下面有毒沙毒水之类的陷阱 闷游屏仔细地检查了蜂木石板边上的青砖地面 确定并无问题之后 狼风把顺子往一边的亭关台上一放 就和华和尚叶成他们上去推动石板 几个彪形大汉 力气真不知盖的 就听咔嘣一声 石板给移开了少许 他们继续用力 缓缓将整个石板推到了一边 我们往石台下面一看却吃了一惊 石台之下并没有任何密闹入口的痕迹 也就是没有蜂木门的调食 而是如边上一样的青砖 只不过因为石板压在上面长达百年 地上有一个四方形的印子 用脚一擦有脱傲感 石板下的青砖已经给压入底下挤毫了 盘子奇怪 怎么回事 这蜂木石是假的 百事 话和尚说 不可能 这是最基本的葬事 玩什么都不会玩这个 入口肯定就在这里 叶成问 会不会封在这层青砖下面了 我皱起了眉头 这些砖头没有被铁浆封死 看上去似乎有点问题 但是要我下结论 我又不知道怎么说 胖子说 哎呀管他呢 反正没人 难得到一回皇陵啊 拆了砖头看看就知道了 叶成马上附和 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们这些人现在已经不能说是在盗墓了 我们现在干脆就叫做明抢吧 盗墓的时候 还怕惊动四周的居民 怕遇到巡逻的警察 但是现在最近的警察局也在八百里外 我们根本就不用怕什么 我们全部都开始肾上腺素过分分泌了 挖掘和开地宫 永远是令人兴奋的时刻 有时候开关呢 都没这一刻紧张 这一点谁也无法否认 温游平蹲下身子 用他奇长的手指夹住一块青砖 用力一拔 硬生生的将砖头从地面上拔了起来 叶成和画和尚看得目瞪口呆啊 嘴巴都合不拢了 胖子很得意 脸上大有看见没咱们兄弟厉害不得表情 问游平却不给他面子 看也不看他 有了一个缺口就好办了 我们忙上去帮忙 用登山稿将砖头挖了出来 让人奇怪的是 下面的砖头仍旧没有铁匠的痕迹 全部都是交错结构 并不难挖 我不祥的预感又重了一点 因为地宫的入口处是堡垒最森严的部分 当年孙麻子挖慈禧木 要不是有炸药 连地宫石封的皮都颤不掉啊 这里如此轻松就能开启青砖 这肯定不对了 会不会下面有什么蹊跷啊 但是闷游平却不说话 一般如果有问题 他肯定能马上发现 他不说话 我说话又觉得似乎没这个资格 半支烟的功夫 我们很快就挖出了一个大坑 最后一层青砖被启出 数出来只有七层 大概是因为这里建筑的高度是固定的 要想不撞到洞顶 只有牺牲底下铺地砖的数量了 坑底下面竟然露出了一块黑色的 类似于布满花纹龟壳的石头 叶成兴奋起来 哎 是不是风石条啊 不是 最下面的画盒上敲了敲 把黑色石头周围的砖头都起出来 砖头下面出现了一只八仙桌大小的黑色的双头石雕龟 龟壳上雕刻的花纹 现在看来竟然是一张女人的脸 众人看了都不解 哎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应该是地宫入口的地方了 竟然埋着一石头乌龟 潘子刚才出力最多 喘着气纳闷 哎 这怎么没有木门呢 画盒上也摸不着头脑 开始乱指挥了 哎 先搬出来再说 看看龟下面是什么 其实不用搬就知道 乌龟下面肯定什么都没有 我已经可以看到乌龟底下的黑色山岩了 我们已经挖到了洞底了 几个人手忙脚乱跳入坑内 想将石龟抬起来 才蹲下身子 胖子就呃了一手 似乎发现了有什么不妥 我凑过去一看 只见胖子挂在腰上的弓兵铲 不知道为什么竟然粘在了龟的背上 胖子用力一掰掰了下来 一放手 那弓兵铲又被吸了过去 我看着奇怪呀 难道这龟是磁石雕刻的吗 几个人围过去看 都字字称奇 胖子掏出一枚硬币 往乌龟背上一扔 当的一声 吸得牢牢的 胖子自言自语 哎 我真他娘的逗啊 这么大的磁铁 这牧主人是收废铁的吧 陈皮阿四在一边休息 看我们发现了什么 以为找到入口了 问怎么回事 画盒上把情况向他汇报 还没等说完呢 陈皮阿四的脸色就变了 他忙让叶城搀扶他下来 走进那只龟 从自己口袋里拿出直北针 一看之下 他脸色几乎绿了 狠狠地把直北针一砸 糟糕了 我们给骗了 这个陪葬灵是个陷阱 我们中计了 一听陈皮阿四说我们中计了 我又看陈皮阿四的表情 顿时觉得不妙 这个老家伙一路过来 一直闷声不响 只在关键的时候说几句话 从来都没有什么恼火的表情 但是现在明显他是真的大怒了 画盒上也察觉到了这一点 也紧张起来 老爷子 怎么回事啊 陈皮阿四脸色非常难看 这里的龙脉给人做了手脚 这条三头老龙是假的 龙头的方向错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忙掏出自己的直北针去看 果然 无论怎么转动 指针就是指着黑色的石龟 显然 这古怪的东西雌性极强 我马上明白了陈皮阿四的意思 看风水脉络的方位非常重要 刚才一路过来 陈皮阿四都是靠着这个直北针 配合自己心里熟背的罗盘 来确定龙脉的走向和方位 但是这里埋着一只磁石雕刻的东西 这么大的体积 当我们靠近这座山的时候 直北针里的南北指向肯定会受到影响 那他当时用来判断龙脉走向的依据 就是完全错误的 这三头龙的格局 是在这错误的前提下判断出来的 那肯定也是假的了 也就是说 这里根本不是龙头 什么昆仑泰外面巨大的兵穷 都没有了存在的理论依据 都是一种假象 都是引导我们走入这个陷阱的心理暗示 汪藏海 肯定是想到了以后能找到这里来的人 必然有相当的风水造诣 所以早就做好了准备 在我们还没有进入陵路 还没有提高警惕的时候 早就进了他的套了 我突然感觉到一种无力感 昆仑泰 兵穷 如此巧妙的设计 竟然只是为了一个陷阱啊 汪藏海 果然对盗墓有着深刻的了解 一直以来 我都嘲笑那些 笃信风水的建筑师 风水没有给墓主人 带来任何的音符 反而为盗墓贼指明了无形的方向 但是我们却犯了同样的错误 给一个古人硬生生地摆了一刀 现在是和一个死了有几百年的人博弈啊 结果第一局还没开始呢 我们就给将军了 真是出师不力啊 胖子和攀子还不明白 我把事情给他们一解释 胖子还不是狠信 不可能啊 那时候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磁石呢 这只石龟 肯定是用磁性陨石雕刻而成的 这东西的价值非比寻常 可是汪藏海却用它来压木 看来为了保护云顶天宫 这老汪是下了死力去了 我靠 不可能 这里修得这么正规 说到一半他也意识到了 这座灵宫建筑制室的确正规 但是里面一点灵宫的必需品都没有 其实我们早就发现破绽了 只是谁也没想到整座灵宫都会是一个圈套 只因为他的知识太正规了 沉皮阿四脸色铁青 也不说话了 只是狠狠地盯着那石龟 眼神非常的可怕 我和华和尚他们在那里合计 这一下子算是完蛋了 咱们的粮食肯定不够再转向去三圣山了 这一次我们恐怕要先回山村补给 那这一趟来回 算是完全白走了 而且我们几个损伤都很大 估计回到村里还得花时间休息一下 这时间损失不起呀 阿宁他们就算走得再慢也到了 第八集 我和华和尚他们在那里合计 这一下子算是完蛋了 咱们的粮食肯定不够再转向去三圣山了 这一次我们恐怕要先回山村补给 那这一趟来回 算是完全白走了 而且我们几个损伤都很大 估计回到村里还得花时间休息一下 这时间损失不起呀 阿宁他们就算走得再慢也到了 现在还不知道三叔这些安排的目的 但是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讲 我们都已经处在下风了 想到这里 人不由得有一些烦躁 这件事情其实谁都没有责任 不过人在遇到挫折的时候 有人是祸头总是有好处的 不然火没处发呀 只好在那里郁闷 其他人的脸色也不好看 但是如今也没有任何办法了 胖子看我们都有点泄气 忙说 那算了 那我们快回去 不过是走错路了 咱们出去再来 阿宁他们才这么几个人 不可能把东西全运出来 咱们动作快一点 还有洋落好减 我一听他脑子全是洋落啊 突然生出一股无名夜火 冷笑了摇头 你知道什么呀 三叔几乎是牺牲了自己的生意 来拖慢阿宁他们的进度 但是我们还是慢了一盘 如果回去再回来 不知道要给他们落下多少 三叔可能就会凶多几手 你他娘的只知道名气 什么都不关心 别在这里吓叫 胖子听了也不爽 破口就想呛我 夜城把他按住 好好好 好了好了 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 这气氛一下子很尴尬 胖子甩开夜城 骂了一声 走到一边去抽烟去了 话和尚摆了摆手 白走一趟 大家都不好受 现在主要是想办法补救 咱们镇静点 想想怎么办吧 什么补救啊 我认为没关系 这么大一磁石处在这 谁到这里来都要倒霉的 你们就敢说阿宁那帮子人 没中招吗 说不定他们的方位也全错了 现在已经给边防 给打成风波霉了 我们应该把这里摸一遍 把能带走的都带走 然后用最快的速度折返 在山下重整装备再来 别浪费时间 既然已经中招了 不面对现实怎么行呢 我知道胖子其实说的没错 可能我们到最后 还是不得不按照他说的 原路回去再来 但是现在他这样的论调 在这里是不受欢迎的 潘子马上摇头 说的轻松啊 要你现在原路回去 你有把握回得去吗 就算你认识路 咱们走了一天了 你皮糙肉厚的不觉得累 我们可吃不小 就算要回去 也肯定是明天早上 小三爷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这样耽搁时间 三爷所做的部署就全白费了 胖子一听马上就抓狂了 三爷三爷去你妈的三爷 你们他娘的连那老别三 在想什么都不知道 还扯什么蛋呢 胖爷我为什么非得 掺和到你们的家务室里来 老子是来摸名气的 他娘的不管了 老子自己摸完自己走 你们去陪那不阴不阳的老鬼 一起去死吧 说着胖子就扯起自己包 打亮手电往走廊走回去 不过才走了两步 闷尤平就拦在了他面前 不让他继续走了 胖子对闷尤平有点忌讳 不好对他发作 但是又不好下台 干什么 他娘呢 别拦着胖爷我发财啊 你不觉得奇怪吗 我们到了这里 好像情绪都很焦躁 连无邪都发火了 闷尤平这么一说 胖子就一愣啊 马上转过头来看着我 众人都脸色一变 我也心里咯噔了一下 是啊 刚才的无名夜火 他妈的就是突然起来的 发得一点道理也没有 我不知怎么的 突然就有一股烦躁 从心里散发出来 胖子他以前就是这么样一人 再不靠谱的话我都听过了 我怎么就发飙了呢 这不是我的性格啊 以我的做事方式 就算真的有人说不中听的话 我也不会在这种场合去挤兑的 而且刚才胖子的反应也太大了 难道真是被四周的环境影响了 我转头看向四周 四面一片漆黑 手电照过去 整个黑暗的空间里面 只有我们几个手电是亮的 其他地方的黑暗 就犹如黑色雾气一样 把我们团团围在里面 非常的压抑 但是压抑归压抑 我感觉这不是那种莫名焦躁的源头 胖子也醒悟过来 问问游瓶 怎么回事啊 刚才好像真的有点邪门啊 突然就发火了 问游瓶对我们说 我也不清楚 不过我看这里不仅仅是一块磁石 这么简单吧 现在一定要冷静 你们刚才争论也没有用 这里既然是陷阱 他顿了顿 汪藏海花了这么大的精力 设置了这里 既然能放我们进来 我看我们不一定能出去 我心里的烦躁一下子又浮了上来 一想到闷游瓶的话 我硬把怒火压了下去 那现在怎么办吧 问游瓶不说话了 只是看了一眼陈匹阿四 后者也看了他一眼 问游瓶说 既然已经入了套了 我们只能走一步是一步 现在下结论能不能出去 还太早 不过不管怎么样 我们必须把这只乌龟毁掉 然后在这里搜索一下 确定再没有同样的东西 不然我们来几次都是一样的 众人都怒目看向那只乌龟 显然都从来没有比现在更恨这种动物了 大磁铁打碎了 也只是变成小磁铁而已 还是会对纸北针有影响 要完全消除雌性 只有用火烧了 我们掏出无烟炉的燃料 浇在了乌龟的身上 然后胖子点起一根烟 猛吸了一口 往里面一扔 火就烧了起来 无烟炉燃料的热量极其大 一下子我们就感觉炙热的气浪轰了起来 画和尚拿出纸北针 看里面的纸针转动 很快乌龟给烧得通红 就连四周的砖头也都烧成了红色 我们就趁机靠到砖墙边上取暖 这里没有任何可以用来焚烧的木头 用高纯度的燃料很快就烧完了 大概半支烟的功夫 底下只剩下了滚烫的砖头和通红的乌龟 我问画和尚 怎么样 他凑过去一看 只见指针已经不再指着那只乌龟了 雌性已经消失了 他又拿着纸北针走了几圈 确定地下再无其他的雌石 才点头说搞定 此地不宜久留啊 既然是个陷阱 我们再无留恋 几个人收拾了一下 我想着问尤萍说的话 能放我们进来 不一定能出得去 心中已经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会不会我们进到这个厚殿来之后 外面已经发生了什么变化了 有什么不可知的变故 正在等待着我们呢 我脑子里闪过几个不太好的画面 马上就否定掉了 现在也只是推测 没必要自己吓唬自己 走一步是一步就行了 不过我的预感总是在倒霉的时候 出奇的准确 就在我们准备重新走入走廊的时候 突然不知道从后殿的哪个角落里 传来了一连串的喀啦喀啦的声音 这种喀啦喀啦的声音急脆 十分的刺耳 我们都听到了 马上停住了脚步 转头去看 声音并没有停止 而是一直在延续 我听了一会儿 发现竟然是从我们焚烧过的 那个砖坑里传出来的 我们心里奇怪 是什么声音 小心翼翼的走回去 探头一看 只见坑底的那只乌龟 竟然裂了开来 大量的裂缝 在乌龟壳上蔓延 同时我们就看到了 一股奇怪的黑气 从裂缝中飘了出来 速度很快 瞬间膨胀上升到了空中 犹如一个巨大的软体生物 从乌龟的体内挤了出来 接着 黑气和头顶的黑暗 连在了一起 不停地蠕动 看形状 竟然和我们刚才 在外面大殿之中 看到的黑色图腾 相似了起来 胖子脸色惨白 这 这是长生片的 话合上忙说 你别吓人 可能这乌龟是空心的 热胀冷缩就裂开了 里面什么东西 烧焦糊了 胖子变色 空心的 那这黑暗会不会有毒啊 应该不会的 没这个气 话合上话还没说完呢 闷尤萍突然做了 晋升的手势 让我们不要说话 我被他的动作弄得 一下子冷汗都出来了 忙捂住嘴巴 所有的人屏住了呼吸 四处去看 想知道又出了什么事情了 我四处转头 听到自己的心在砰砰作响 就像打鼓一样 四周却没有什么异样 倒是听到了 在这极度安静的后殿中 除了石龟的爆裂声 还有一种非常非常轻微的吸索声 不知道从什么角落里传过来 我听了半天 没有听出那是什么声音 连他的方位也感觉不出来 好像这声音是直接进入我的大脑的 这座灵宫在冰穹里面 不可能被风吹到 这声音肯定不是风声 上方的黑烟越来越浓了 那种吸索声也越来越密集 很快四面八方全都传来这种声音 听得人浑身发痒起来 闷游瓶的脸色越变越难看 不停地转身 看着积聚在头顶上的黑气 自言自语地说 眼里面有东西 画盒上听了吸索的声音 又看了看那只石头乌龟 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 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这烟是重相遇 乌龟里有重相遇 王沧海想我们死啊 我忙问他 重相遇是什么东西 没人回答我 但是我知道 我很快就会知道 闷游瓶指了指 一边的关床上躺着的顺子 是一狼风背上的 然后一直潜在走廊 跑 不要回头 不管什么东西掉到你身上 也不要停 一直到出去 快 我一看闷游瓶的脸色就知道 他绝对不是开玩笑 在鲁王宫里碰到血尸的时候 他都没露出这种表情来 事情肯定很严重啊 但是此时我又不好去问他 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直到答应一声拔腿 就准备招呼别人跑路 我认为我对于闷游瓶的指示 贯彻的已经是非常彻底了 没想一回头 发现叶成和胖子他们已经跑进走廊里了 暗骂了一声 没良心的 忙跟了上去 冲过了走廊 撞开玉门来到大殿 那种稀缩的声音不减反增 此时已经明显可以感觉声音 来自房顶的所有方向 就好像无数只脚 在头顶摩擦横梁 听得直起鸡皮疙瘩 但是抬头向上看去 却是无尽的棉花一样的黑暗 什么都看不到 更不知道是什么发出的声音 我们站在这样的黑暗和不安底下 简直是如坐针毡 恨不得马上离开这里 所有人跑起来就几乎是拼了命了 相信所有的人都有体会 在黑暗中遇到自己恐惧的东西 你一个人跑 你跑不了多久就会停下来 但是如果大家一起跑 到后来就肯定一发而不可收拾 你的想象力和落单的恐惧 不会让你停下来的 不过人跑步的速度 终归有差别 夜城已经吓破了胆子了 跑得比兔子还快 胖子跑得也不慢 两个人速度最快 一下子就飞了出去 我们几乎跟不上 加上黑暗中看背影几乎不能分辨出谁和谁 很快几个人就给拉开了距离 我在后面勉强追着 只能凭借手电的光点来分辨方向 也不知道跑了多久 力气几乎都用光了 脚步不由自主地慢了下来 我看着前面的几个手电光 也逐渐变慢了 似乎是目的力快到了 也松下劲的 心里庆幸 幸亏我的体力比以前已经好了不少了 不然肯定就被他们拉下了 跑过去一看 前面几个人都停了起来 撑着膝盖大口的喘气 然而却不见出去的石门 前面还是一片的黑暗 我问怎么回事 怎么不跑了 叶成上气不接下气 脸上青筋开始爆出了 不对 不对劲啊 我刚才留意过 大殿一共是五百步距 我的步长是一米 你这样百米狂奔的速度 估计两分钟不到就跑到了 可是现在 跑了早已不止两分钟了 至少应该看到玉门了 但是前面还是什么都没有啊 这有问题啊 胖子也说 会不会你他妈数错了 哪有人每一步都绝对是一米的 叶成自豪地笑了起来 绝对不会错的 我一步就是一米 不超过一厘米的误差 你要不信咱们可以打赌 我们回来我已经跑了快一千步了 肯定有问题 后面的人也跟了上来 看到我们不跑了速度也慢了下来 跑到我们身边停了下来 几个人都背着沉重的装备和厚衣服 这一通跑下来 全部累得气喘如牛 几乎都要摔倒了 画和尚大口喘着气 怎么停下来了 快跑啊 一口气跑出去再休息 叶成一口气一句话地把情况一说 画和尚脸色也变 抹了抹头上的汗 怎么回事 我们进来的时候没走岔路啊 怎么一往回走就找不到了呢 我想了想 心到肯定又是中招了 这里必然用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的手段 就对他们说 我说啊 果然小哥说的没错啊 汪藏海根本就没想让我们出去 胖子问 那怎么办呢 我们换个方向往左跑吧 我左右转了转头 不行啊 既然原路都回不去了 肯定是朝任何方向跑 都会跑到四处不着边的地方 永远到不了头啊 不用白费这个力气了 夜长骇人 哎呀我靠 那我们不是要在这困死了吗 我在海底墓中领教过这些机关的厉害 但是也摸到了一些门路 对夜长说 那倒不至于 我们有这么多人在 肯定能出得去 只要集思广益 就不会有问题 到底汪藏海只能在他的能力范围内动手脚 机关再精密 也肯定是有破绽的 怕只怕汪藏海困住我们不是本意 那头顶上的怪声 才是我们要担心的东西 又抬头看看上面 吸缩之声 已经密集到让人发痒的地步了 心中骇然 夜长用手电扫来扫去 上面灰蒙蒙的一片 隐约只能看到彩绘的房梁 快要把人给逼疯了 话和尚说 待在这里不动也不是办法 要不我们兵分四队 朝两个方向跑 这样总归有一队能先出去 不至于全军覆没呀 胖子听了大叫 你看看清楚啊 人还没到齐呢 我们就这么几个人 怎么兵分四队呀 众人一听忙四处一看 一数手电 果然几个人顿时就蒙了 闷牛瓶 陈皮阿四 背着顺子的狼风 还有攀子都没赶上来 我靠 一半的人都没了 我还以为他们都在我们四周呢 刚才跑的时候乱成一团了 也没有注意他们是什么时候掉队的 现在回头去看 四周看不出有一盏光线 根本就无从寻找他们的下落 难道是刚才跑的时候路跑差了 跑进了这里的黑暗当中 那就麻烦了 在这种情况走散了几乎等于是自杀呀 第九集 闷牛瓶 陈皮阿四 背着顺子的狼风 还有攀子都没赶上来 我靠 一半的人都没了 我还以为他们都在我们四周呢 刚才跑的时候乱成一团了 也没有注意他们是什么时候掉队的 现在回头去看 四周看不出有一盏光线 根本就无从寻找他们的下落 难道是刚才跑的时候路跑差了 跑进了这里的黑暗当中 那就麻烦了 在这种情况走散了几乎等于是自杀呀 我捏了捏自己的眉头 仔细回忆了一下刚才的细节 我们并不是跑在最后的 那些人比如说潘子 他一向的习惯就是在最后 这是他当兵养成的习惯 这样可以监视所有人的行动 陈皮阿四年纪大了 也是在我们后面 狼风背着个人 行动不便也跑不快 而闷牛平是职业级别的突然失踪人员 他在遇到情况的时候 一直会习惯性的电后 然后突然失踪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这些人都是在我们后面 显然他们失踪的时候 离我们并不远 刚才我们跑得太疯狂了 一点也没有察觉到 话合上他们一下子没了头了 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胖子扯起嗓子就大吼了一声 我说老潘 你们在哪里呢 他的声音一落 忽然就听到一边传来了狼风的声音 这声音根本无法辨别方向 但是却叫得极其响 只听狼风大叫 我靠 和尚 快把手电灭了 看头顶 灭手电 我一听就懵了 已经少了这么多人 还灭手电 要是再少了怎么办呢 这不是找倒霉吗 忙看向华和尚 想他老成蝎 看他怎么反应 华和尚也紧张得要命 看见我看他 竟然还问我 灭不灭呀 胖子关掉手电 听答的 灭了看看 我马上关掉手电 华和尚他们也陆续关掉 一下子四周 陷入到绝对的黑暗当中 我们赶紧抬头看房顶 一开始还是一片漆黑 什么也看不到 胖子正想骂人 忽然上那就亮了起来 我们马上看到 无数绿色的小光点 密密麻麻的聚集在房顶上 乍一看 好像看到了漫天的星海一样 这是五十星图吧 我听到边上 华和尚惊讶地说 我抬头再一看 果然呢 上方的绿色光点 组成的形状 隐约是一个 五十星图的样子 但是又不是很像 因为这些绿色的光点 竟然在移动 这下子发财了 这么多夜明珠啊 胖子还惊讶呢 不是吧 我冷汗都快下来了 不是 夜明珠哪有这么小啊 在动 是虫子 胖子一下就紧张了 虫子 是什么虫子 大概他是想起了识别了 我说 是萤火虫吧 不是 萤火虫是一闪一闪的 我还没 话还没说完呢 我突然感觉到脖子里就痒了起来 好像什么东西掉进了我的脖子 忙用手一摸 摸到了一团东西 一捏就被我捏死了 当时凭着手感 我就感觉到不妙 这是截肢昆虫啊 而且好像长了很多的腿 我把这东西 用手指从我脖子里捏出来 打起手电一看 心里忽然一毛啊 忙把那东西扔在地上 那是一只巴掌长的 长得非常像蜈蚣的昆虫 前后的触须很长 身体细长分成九节 每一节的背上都有一个绿点 但是 它和五共明显不同的是 这虫子的脚非常长 几乎和它的身体等长 而且非常的多 犹如很多毛 长在躯干两侧 我知道这种虫子 叫做游眼 有的地方叫强穿案子 或者客修 这东西非常邪门 我小时候什么都敢碰 但就是它不敢碰 总觉得这东西让人一看就不舒服 我们家乡的传说呀 这东西只要一爬过你的身上 给它爬过的地方 全部都会溃烂 最可怕的是 这东西会往人的耳朵里钻 现在看到 一下子就浑身发麻呀 墙串子 在辽斋里面都有记载 最大能长到三尺 而且和五共蜘蛛一样 都是妖性很重的东西 我看到这些虫子 就全身发紧起来 突然头上又痒了起来 一摸又是一只 是从上面掉下来的 我顿时大叫起来 忙把它拍掉 然后戴起了登山服的帽子 一照地上 我靠 不知道什么时候 地上已经爬了好些这种虫子 而且还有更多的 不停地从上面掉下来 下面的人无可避免的 就中招了 画盒上反应没我这么快 已经跳降了起来 不停地将脖子里的东西 拍出来 但是一点用也没有 那东西见缝就钻 很快就钻到了 他的衣服里面了 而且地上的虫子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全部都围向我们 从我们的鞋往上面爬呀 胖子拿出脸盆子 罩在头上 另一只手 用弓兵铲不停地拍打 我看到叶成抱住了脑袋 赶紧去帮他 拉开他的手一看 只见他的耳朵里 已经爬进去好几只了 有些强串子和蜈蚣一样 有剧毒啊 甚至毒过蜈蚣 我宁可身上爬满蝎子 也不愿意招生这种东西 我让他侧转 头低下 拍打他的脑袋 把虫子拍出来 我们边拍边跑 但是哪里都是下雨呀 强串子不停地掉起来 正在我们要抓狂的时候 忽然啪的一声 远处的一盏灯奴亮了起来 不知道是谁给点燃了 我正在大门 这时候谁还有心思去点灯呢 忽然地上的强串子 就起了反应了 开始向灯奴的方向爬了过去 远处 顺子的声音传来 几位老板 点几火 这些虫子会在温暖的东西上缠乱 不要让你的身体成为四周最暖的东西 原来是 孙子这小子 我心到 看样子他醒过来了 我和胖子一听 赶紧爬上一边的灯奴 这东西是用石头雕刻而成的 造型是一个人背着一个盆子 盆子里面就是灯芯 灯奴啊 有一人多高 我爬上去一看 盆子的万年油都冻成肥皂了 里面爬满了虫子 我拿起打火机烧了烧灯芯 火苗一开始很小 但是随着里面万年油的融化 慢慢就旺盛了起来 油盆子里的强串子 看到了火苗竟然毫不犹豫地围了上去 几只强串子缠绕在一起 被火烧得啼啪作响啊 我再一次打开手电 向屋顶照去 上面的横梁彩画已经变化了 似乎刚才的图案 是由这些虫子排列而成的 这时候 其他地方也点起了灯奴 火光透过黑暗后非常的灰暗 我还是看不到边上的人 但是已经知道了他们的方位了 看来这里的黑暗 并不是不能用光来穿越的 而是我们的光线不够强而已 头上还是有灵星的虫子掉下来 但是大部分都掉到灯奴那个方向去了 我们几个用手护着头向一边的灯光跑去 跑了几步就看到了狼风还有顺子 狼风倒在地上不停地抽搐 顺子一边摸着后脑一边给它拍身上的虫子 我跑上去问它怎么样 它说 完了 虫子跑进脑子里去了 紧得太深 挖不出来了 胖子啊了一声 不由自主地挖了挖自己的耳朵 自言自语 哎呦 幸亏我的耳屎多呀 我问顺子 我说顺子 还有没有的救啊 顺子摇头 不知道 在我们村里 一旦种的这雪茅子 死活是听天悠命的 我翻了翻狼风的眼睛 已经没有知觉了 真的够呛了 不过 这其实也是好事情 因为这家伙 是陈皮阿四手下的人 到时候如果和陈皮阿四翻脸的时候 这是迟早的事情了 那肯定非常难对付啊 现在中了招 我们手里就多了一份胜算 盘子远处叫了一声 让我们全部围过去 我对顺子说 先不管了 人集合到一起再说吧 你脑袋没事吧 顺子点了点头 纳闷说 我怎么突然就晕过去了 我记得你们要炸山的 怎么 这里是什么地方 我一时反应不过来 胖子马上说 哎呀你真糊涂 我们本来只是想放个礼炮 没想到雪崩了 有山石掉下来 砸到你头上了 把你给砸晕了 我们给雪裹到了这里 这好像是做谬 我们也弄不清楚 是怎么回事 顺子想了想 我没有一点记忆了 不过 你们怎么可以 在雪山上炸东西呢 简直太乱来了 不行 你们回去 得给我加钱 这买卖不合算的 胖子还想说话呢 我怕胖子扯到哪里去 都不知道了 拍了拍的 胖子 别扯淡了 这事情咱们待会儿再说吧 快点过去 说着 我和胖子两个人 一起抬起狼风 就想把他抬到攀子那里去 狼风个子太大了 我们两个几乎 用尽了全部的力气 才勉强把他推得坐了起来 狼风抽搐着 脑袋已经挺不直了 搭了在那边 我想着 怎么把他抬得起来呢 这个时候 胖子突然皱了皱眉头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发现原来狼风的后脑 有一块明显给打过的痕迹 虽然不是很明显 但是仔细一看能发现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这说明狼风并不是中了毒了 而是给人打晕了 我看了一眼 正在背狼风背包的顺子 刚想问他怎么回事 胖子嘘了一声 示意我别说话 我看了看胖子的眼色 不知道他有什么用意 只好还了一个眼色过去 然后抬起狼风 吃力地往攀子的方向去了 经过一段黑暗 我们到了攀子的那盏灯炉之前 陈皮阿四和攀子都等在那里 唯独不见闷油瓶子 我问攀子 攀子 那小哥呢 不知和你们在一起吗 我一直没有看到他呀 我向四周望去 除了我们点起的那盏灯炉 和顺子点起的那盏灯炉的灯火 没有第四盏灯炉亮起来 远处只有两点朦胧的火光 悠悠的 毫无生气的立在那里 按照道理来说 在这种环境下 听到顺子的叫声 怎么样也会点上边上的灯炉 不然肯定会给这些强串子围死的 如果他不点上 难道是在听到顺子叫之前 已经像狼风一样中招失去知觉了吗 也不可能啊 像他这样的闻香体质 应该什么虫子见了都怕才对呀 胖子对着四周的黑暗大叫了一声 声音一路回旋 在空旷的灵宫里面绕了很久 可是没有人回答 好像闷牛瓶根本就没有进来过一样 静下来一听 也没有任何呼吸声和脚步声 我心里明了 以这家伙的身手 应该没有什么东西 能够在毫无声响的情况下制住他 如果他这样无声无息的消失了 肯定是他有什么特殊的理由 或者是发现了什么东西 自己离开了队伍 那即使我们现在给他跪下来磕头 他也不会出现的 潘子和胖子又叫了几声 确定没有回应 就打起手电准备去找 我把他们拦住了 这时候千万别走散了 我们先把伤员处理好 然后一起去吧 众人一想也对 马上围到狼风的边上 陈皮阿四检查了一下狼风的伤势 以他这种老狐狸的性格 我看到他几乎立即就发现了狼风 后脑的伤口 但是他一点惊讶的表情也没有露出来 而是看了我一眼 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忽然感觉到有不对劲的地方 不对啊 刚才背着狼风回来的人 是胖子和我 按照一般的逻辑关系 陈皮阿四不可能会怀疑在山村里临时找来的顺子 那他就很可能认为 鸡伤狼风的 是我和胖子中的一个 或者是我们两个 那他以后会对我们采取什么策略呢 这事情就不好说了 这真是把枪口往自己身上拽呀 话说回来了 顺子是退武兵 怎么说也是边防第一线的正规军 要说他打混一个狼风 也应该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他可能是机会着我们 到底我们的身份不明啊 又明显都不是好东西 所以暂时装傻来迷惑我们 这我也不能去拆穿的呀 这里环境这么复杂 多一个朋友 好过多一个敌人呢 当时就不应该找个当兵的来做向导 我自己在心里嘀咕 这时心里感觉到关系乱成一团了 不知道怎么处理才好了 一边的顺子将狼风放倒 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两只牙签 将他的耳朵剥开 将里面的墙串子剔了出来 扔到地上 胖子马上一脚踩死 顺子和我们说 这种虫子 它们叫雪毛子 是非常罕见的中药 虫子一般是在雪线下活动的 在雪线上从来没有见过 不知道这里怎么会这么毒 狼风脑子里中了虫子 估计坚持不了多少时间了 一般来说通过耳朵进入大脑 那是扯淡 我摸了摸狼风的下额 发现红种 肯定是墙串子 在他耳朵里咬了一口中毒了 没有顺子说的那么严重 只不过这些虫子 到底是哪里来的呢 真的让人搞不懂 胖子看着头顶 肯定是藏在屋顶的瓦片里 给那个什么虫香玉衣熏 就醒了过来 这一招还真他娘的狠啊 不过那老汪 难道知道我们会烧瓷龟吗 我心说那是肯定的 既然把瓷龟埋在 蜂墓石的最下方 必然是希望盗墓贼会发现 然后对他进行破坏 不论是烧还是杂 估计都会导致虫香玉的挥发 熏形隐藏在宫殿瓦顶上的油眼 但是如果对于灵宫 有所惊的人 如果不破坏 那瓷龟在这里 就能永远保证 云顶天宫的安全 化合上带了一些药品 给狼风注射了一支 说是暂时可以保住他的命 注射完了以后 我们将狼风的外衣脱掉 将衣服里面蜷缩着的虫子 拍掉清理干净 潘子对陈皮鸭四说 我说四阿公 这虫子的毒性很厉害啊 我们最好快点离开这里 要再有人给遮一下 药品就不够了 陈皮鸭四看了看四周 皱起的眉头 叶成叹了口气 把刚才我们发现 自己被困的事情 说了一遍给潘子听 潘子一听之下 也是疑惑到了极点 你确定吗 不会是我们走岔了吧 叶成刚想说话 顺子嗡了一声 奇怪啊 我回头一看 原来是他刚才点燃的 第一盏灯奴的火光 在远处的黑暗里消失了 灯奴里面的灯油 几百年没用啊 现在能点着 已经谢天谢地了 我对他说 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但是顺子 却还是皱着眉头 又拍了我一下 让我再看 我有点不耐烦了 这个时候 我却看到我点燃的 那第二盏灯奴的火苗 抖动了起来 似乎有什么人 从旁边走过 带动了风 吹动着火苗 大殿之中 绝对没有风啊 如果边上 没有什么东西经过 绝对不会发生 这样的事情 我以为是 闷油瓶回来的 想叫一声 胖子 却捂住了我的嘴巴 我看到火苗的光影 隐约照出了一个人的轮廓 肯定不是闷油瓶 因为这个影子 太高大了 我感觉有点不对了 但这影子太模糊了 实在连个轮廓 也照不清楚 陈皮亚四看了几眼 突然手一扬 打出一颗铁弹子 直掠过远处灯奴的火苗边上 进风带起火苗 亮了一下 马上我们就看到了一个脖子 长得有点异样的人影 站在灯奴的边上